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您好 我是120救护车 您好 混着什么情况 它现在雪梁在88港的测子出来 现在测不出来 现在测不出来 人清醒吗 它憋得很厉害 憋得很厉害 呼吸怎么样 船 是吗 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您身份等我们一会儿 好 那等我们一会儿 好吧 我叫贾丽琪 来自朝阳区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是一名急救医生 我来急救已经有11年了 最近的确是我们遭遇了全所未有的压力 那个时候我们拉的可能都是 确诊了新冠的病人而已 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各类的危急重症 哪儿 放车是吧 快不行了 是吧 好的 好了 马上 马上 您翻过来用 好的 好的 马上 好 走 出车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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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您好 我是120救护车 您好 换着什么情况 那一会儿见 有什么情况 您随时给我这个电话打电话好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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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家里有氧气的话给它吸上 那个 林姐 监护拿上 进来拿电机票 氧气 面罩 心电图 枕箱 然后帮我地副手套背 谢谢 虽然我现在路上问着 觉得就是人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我需要现场通过给它检查 才能判断它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它是肯定有危险的 我们进来了 您好 您好 病人在哪屋呢 在这边是吗 我看一眼 您好 阿姨 哪难受啊 就说我学氧气 就说您学氧气 您现在觉得身上哪儿疼吗 没有 憋不憋的话 不 不憋 那哪难受啊 没劲吗 没精神 没精神 是吧 有气无力 有气无力 我给您听一听好不好 来 给您吸上氧气啊 抬个头 我跟您说现在我们给它纠正吸氧啊 现在基本上能到90多了 心电图的话是有一个缺血的状态 一方面是给它建立静脉通路 给它生压 另一方面是给它采取了面罩吸氧的措施 提升了它的血氧饱和度 这样的话能够让它相对比较平稳的把它送到医院去 反正的血氧是91% 反正比在家要强一些 最低的时候大概是70出头的样子 这个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数值 是需要抢救的 其实咱们下车的人一度给它纠正到90多了 但是它进医院的时候 医院发现它80多了 就立刻把它送到抢救室了 比如说它需要用某一种药物 但是我已经用了 可能医生不知道的话 它可能会重复地给它用同一种药物 这样会造成超量 对病人没有好处 所以我需要非常详细地把病人的情况 介绍给医院的医生 有的时候对病人来说 一分一秒都很重要 一念之差可能都不行了 就会改变人的人生 那个时候是被当时的医务人员 03年的医务人员所感动 然后于是我后来我就全报了医学院 就决定要学医 24小时大概有十多个 少的时候十二三个 多的时候大概有十八个 都不会感觉 热爱呗 热爱就是在那种特别危重的病人 我把它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那个时候是我 让我觉得特别有一种职业满足感 有一种荣誉感的时候 所以说就是那一点点小小的闪光点 然后会让我非常乐意去继续下去 去坚持下去 有那种特别多的赞美之词的时候 其实我都很惶恐 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只不过可能其他的工作 是为了创造经济上的价值 什么那些 但是我们是挽救生命吧 治病救人 我觉得价值是不一样的 但是真的是只是一份普通工作 咱们也都是老百姓 对吧